本届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陆作家莫言于12月5号同妻女和山东高密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局长 以及9位翻译家一行14人出发前往瑞典领奖 大陆人首批去现场领诺贝尔奖引发了世界的极大关注 大陆作家莫言在瑞典的主要活动有 北京时间12月8号在瑞典学院发表演讲 北京时间12月10号在斯德哥尔摩音乐会大厅参加诺贝尔奖颁礼等 与莫言同行的莫言作品出版商陈黎明介绍 莫言除了上述活动外还将去一些大学演讲 并与翻译家陈安娜对谈 陈黎明表示莫言抵达机场时表示 阳光灿烂感受很好 自莫言获奖消息公布以来 外界对于他的一言一行高度关注 作为法人世界的刘晓波活将也好 莫言活将也好 毕竟来说是中国人的荣耀 中国人值得自豪的一件事情 我个人来说对莫言的那些作品 觉得它缺乏一种知识分子 对社会担当的那么一种道德勇气 2012年德国书商和平奖得主 刘王作家廖义武 5号致函诺贝尔文学奖评委 批评评委将奖颁给莫言是一大错误 廖义武在信中写道 你们的前辈曾把这个奖项 授予前苏联的共产党高官 文化高压政策的拥护者萧霍洛夫 造成了很大灾难 让创立这个奖项的 可求理想的诺贝尔先生在天之灵 非常不安 现在你们又把这个奖 授予独裁中国的共产党高官 言论审查制度的拥护者莫言 造成了更大灾难 这简直会让诺贝尔先生的在天之灵哭泣 廖义武在信中批评莫言 选择性暴露毛泽东时代的黑暗 凭技巧走红于胡锦涛时代 不过文化评论人叶匡正 有不同的看法 叶匡正指出 莫言的经历比较特殊 他没有高学历 依靠当兵一步步进入城市 一步步通过写作让大家认知 再到现在的作家协会副主席 他这种身份 使他不得不和体制有密切的关系 但他的作品并没有为这种专制体制唱赞歌 严格的讲 他的小说是有反极权色彩的 只是不那么浓烈 中国创造文化认为 一个人的人格和他的学问 应该是明耳唯一的 我们知道的这个历史上的这些知名的文人 或者学者也好 事人也好 他都是人品和作品是 人格是明耳唯一的 所以中国人有这种想法也是很正常的 比如讲一下 我们讲李白杜福的吧 一直到后面的这种 像范仲淵 所有的这些人 他的人格和他的作品 是不可分割的 叶匡正指出 西方社会却把文学作品和作者 个人人格分开来看 现在全球舆论关注的焦点是 莫言在演讲中是否会提到刘晓波 对此 法新社认为 莫言发表首场演说 既不能得罪中国政府 又不得不面对那些前诺贝尔奖得主 而他们中有134人 日前点名呼吁中共政权 立即释放刘晓波 法新社指出 莫言领奖演说时将真词卓具 不过 陪同莫言领奖的官员则语触惊人 山东省高密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局长 邵春生透露 这次他陪同莫言去瑞典除了领奖外 还有另外一个任务是 向世界宣传高密市的红高粱文化 作家京楚表示 中共官员就是唯利仕途 官员参与领奖 让世界笑掉大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